去了主播 川普在賓州造勢 發生槍擊震驚全球 槍手開槍後 特勤人迅速回擊把槍手擊斃 脫下外媒報導 槍手在K槍前三到四分鐘 就已經爬到造勢現場附近的建築物屋頂 距離川普200多公尺左右 有時報導 當時距離槍手僅15公尺的民眾 發現他身上攜帶步槍 因此不斷向警察示意 這個人有問題 但警察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 特勤局目前已經確認槍手為百人男性 持AR是步槍發射了多達8發子彈 但身份還有在釐清 而川普隨後在社群媒體上表示 自己的右耳上方被子彈貫穿 不過美國媒體AXIO記者引述 賓州警局消息人士指出 子彈擊中的應該是川普的蹄子機 玻璃才導致川普的耳朵受傷 總統拜登事發後迅速發表公開電話 表示很高興聽到川普沒事 並譴責美國民主不應該出現這種 暴力行為 川普精選團隊則發表聲明表示 川普目前狀況穩定 而且已經出院 仍將按原定計劃出席當地時間15號 在威斯康星州密爾瓦基 舉行的共和黨黨代表大會 以上是最新情形主播 當地民主的兵衛 它在威斯康星部 在威斯康星上 今天哇總統拜登